美国高调的宣布了对伊朗恢复制裁 美国的说法 届时将会彻底切断伊朗的石油 不过这次美国可能自大的有点过分了 美国确实有自大的资本 作为全世界头号强国 自大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太过分了就算是美国也不行 而此次美国单方面的毁约行为 可以说引发了众怒 在宣布重启制裁过后 多况站出来声援伊朗 联合国更是呼吁大家 不要去理会美国做了什么 跟伊朗的交易要正常进行 帮助伊朗渡过难关 而一直没有用行动 支持伊朗的美国盟友赢法德 也事实地联合欧盟共同声明 表示绝对会维护伊核协议 并且欧洲企业因跟伊朗做交易 而受到美国制裁的损失 由欧盟承担 再加上此前一直同伊朗站在一起的中国 土耳其 俄罗斯 美国的这个制裁 可以说刚开始就要折了 但是制裁没效果 不代表伊朗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们知道美国嚣张拔护换了 再加上任性的总统特朗普 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此前就多次表示 过想要推翻伊朗政权的想法 在制裁开始指示 国务卿蓬佩奥再次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想法 证明了美国要将伊朗置于此地的决心 那么动文不行 就很可能就会动武 中东这块区域向来都是是非之地 在美国的掺和之下 战争经久不息 整个地区常年都处在战乱当中 目前本身就有几场战事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再加上个伊朗并不是不可能 目前美国已经开始调兵潜将 两公和航母已经在赶往中东的路上 一旦完成部署 将会对伊朗产生巨大的威胁 那么如果真的打了起来 伊朗该怎么应对呢 我国著名军事专家 曾经分析过美国发动战争后的一些可能面对的状况 其中非常重点的一个就是 由于美国的一个法案规定 如果自总统签署开战报告后 两个月的时间内 既没有打下来 也没有正式宣战的话 那么国会将不再继续提供军费 对比美国打伊拉克 用了40天的时间来算 伊朗的国土面积和实力撑过两个月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正式宣战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需要通盘考虑到所有的因素 不是特朗普一句话就能决定的 所以美国基本上 不会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 并多想打击许利亚那样 不至于让伊朗伤筋动骨 你能使用准备跑得开战火车喔 找利亚幸亦跟23号方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